他们的同志今天都在护航 叶玉兰说 作为在野党总招 有这样的愤慨差不多而已 这是在为疫情发出不平之名 如果因此被网民攻击 这些人蓄意攻击费用带 我觉得这个党没有救了 这个党真的是让人家已经到了 俗可忍 俗不可忍的地步 今天又有疫情 请教明玉 那今天又有疫情 那在宜兰林芝庙的辖下 那个游乐场谁管的 宜兰县政府管吧 那发生了五个群聚感染 林芝庙要不要被枪毙一百次 但是我们不会讲这个话 而且我们认为这个话 根本就是个屁话 可是废宏泰跟废宏泰门 居然是这样的表现 这个党他还想不想生存下去 我觉得检讨归检讨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全民要当政府的后盾 而且一定要守法 那就是说现在已经启动了六大禁令 就戴口罩戴口罩 那尽量避免群聚 可是回到废宏泰 我觉得他这个 我觉得如果说他这样了解名义的话 请他去看看自己的脸书 他今天不管是po说他什么这个报税 或者是说他po一些他这个巡视地方 这个基层 他的脸书全部都被灌报 而且这个几千则的留言都进去 我觉得他应该就好好的检视 就说不要再说是什么1450 这些都是一些民众的心声 陈玉珍说是有人蓄意攻击他 他当然要这样讲 可是问题是说 他还有没有有良心的人 我们看这些这个民众是怎么样反应的 他说这个难道飞龙泰 你是活在威权时代吗 我认为他这个话是煽动仇恨 而且活在白色恐怖时代 只有两讲时代动不动说枪毙 枪毙 他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活 还是活在那种威权时代 动不动把人枪毙 那另外呢就是说 我觉得民众讲的最对是说 请请请你问问废种招 你为了防疫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嘛 那你什么都没做 只出一张嘴的人 然后你去批评 这种不眠不休 然后带领我们防疫一年多的 这些官员们 你去讲这样子的话 你还有良心吗 那更多人是说你好大的官威 所以看起来所有的那个留言 都灌报他的网路了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 国民党你要护航你的种种招 你看叶玉兰 他其实不只讲这个 他还讲什么 他说其实泛宏上讲说什么 根本被枪毙 就是类似说 像他做妈的恐吓他的儿子 我要打断你的狗腿 他说这个话是 那个形容的样态是一样的 这可以这样子吗 对可以可以 我说可以这样子类的 妈妈对孩子的管教 那种亲密的言语 你拿来立委 妈妈也不适合叫孩子 也不适合叫狗叫 也不是你儿子 也不是你的儿子 那是官员对立委 然后讲这话 我讲讲难听一点 如果用他的语词的话 最该被枪毙的不是他的嘴巴吗 你出了什么话呢 坦白讲你可以看 他比如说他在立法院 那大家其实都觉得他是失言 因为他下午讲的时候 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舆论 就出来觉得他是失言 可是你看他没有道歉的意思 晚上这一道政论节目 直接在讲十次 他在讲十次 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认为他的这个论调是对的 其实坦白讲 因为飞鸿太大家知道了 因为他在国民党团里面 就是属于鹰派嘛 他就是觉得什么要站下去 所以不管他对NCC啊 用语啊 讲话都非常难听啊 说他们什么是一个屁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说 今天我们质询 你要言之有理 你要点出哪些做不到 做不对的地方 大家就是说可以来检讨 可是不是要用这种煽动性的仇恨 那假如说真的有人被你煽动 然后去做这样子不对的一个举措 那难道你都不用负责任吗 所以很多人很多民众 就是他的网路认为说 你不但身为民旦 你要负起教育民众的意义 而不是去带头 这种去煽动你的言论 然后把大家又活到退后的这种威权时代 所以我认为啦 民旦你尽管直询 你可以表现你的愤慨 你可以拍桌子 可是对于这样子的言论 我认为还是应该严厉的谴责 从国民党历次对于疫情相关的指指点点 我认为这种党同伐异 这个心态非常的严重 包括从疫苗的购买 当时就引起很多风波啊 对 包括这个大陆制疫苗 还要什么调阅小组 还要查一下买疫苗买多少钱 然后之前常龙那个 鸡尸 鸡尸那个染疫事件 其实也是一堆口水战 那这次华航这个 后续的感觉好像 就是有我深深有个感觉 就是国民党很多发言 就是真的就是党同发意 对人不对事 我感觉好像就是希望 这疫情是不是能够出包 有一些这个政治收获 有一些好处 那是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非常的愤慨 尤其是过去来 我跟国外的很多朋友谈到 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们 哇 你们完全没封城 你还可以去健身房运动 你去餐厅活动都自由无主 像我很多像欧洲的朋友 甚至之前在大陆的朋友 他们都对我们这种表现 其实是感到非常的羡慕 而且肯定 也使国民党过去来 对于一些疫情相关的处理 我认为 我必须说 陈时中很多手法 其实做法 也值得检讨的地方 可以做得更好 但用在所谓枪壁 就太超过了 完全认为 我本身就是完全无法认同 因此对于说 相关的议题 相关的未来的发言来讲 我必须建议国民党 真的要审慎处理 否则你达不到你的政治目的 反而让你国民党的身世 江和日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好监督未来民进党的职场